被同學不小心推斥撞桌腳 痛得要死老師來叫我去頒教材 我直接罵老師說 蛋蛋在痛是在哭喔 老師尷尬我也尷尬 最後至少自己不上一句 對齁你沒有蛋的 什麼鬼 不是被同學推斥撞桌腳也是有夠危險 老師尷尬我也尷尬 最後自己說 對齁你沒有蛋蛋 這是什麼鬼 這還蠻好笑的 不是 好波蘭喔 來人哪給他一張去波蘭的機票 老師應該超傻眼的吧 蛋騰家警告 老師應該真的超傻眼 好想看現場的救命老師 今天很嗆是吧 這是來自波蘭的蛋蛋欸真的 我們來看那個排球的 稍長的慢慢念 在國三時我們有個班技排球比賽 每個班級都很熱衷於練排球 在某一天放學後我們班的人去練排球 對面一個男生跳起來超用力的發球 碰的一聲超快的飛射到一個女生面前 眼看來不及去接了 那個女生就用力一腳踢過去 碰比剛才更大聲的撞擊聲傳過來 那個排球被以比剛剛射來時更快的速度踢回去 球直接從往下飛射而過 在還沒有人反應過來時 擊中了一個男生的胯下 那顆球的衝擊力被完美吸收 那個男生直接倒下 全部人都跑到他身邊關心他 問他你還好嗎?你能說話嗎? 他一個字都說不出來 在那邊躺了至少十分鐘吧 才搖搖晃晃被人扶著走到場邊休息 據他後來所說 被擊中的第一時間很痛 可是只有痛一瞬間就讓他倒在地上 他倒在地上的那一下可不小力 可他說頭撞到地板毫無感覺 更痛的是一陣又一陣的疼痛從淡淡傳來 痛到他不只是無法說話 連眼睛都睜不太開 後來他只好叫家人載他開車回去 原本是自己騎U-bike來的 但是沒有辦法 痛到沒有辦法騎腳踏車 下部已經沒感覺好了 另類版的閃電11人 排球版閃電11人 球類應該真的都蠻痛的 雖然排球相較籃球比較沒有那麼重一點 但直接踢 可是怎麼覺得這種就是運動的無法避免的一些傷害 就不是你不是故意拿球去砸人家之類的 就是這個好像好像沒辦法 有點恐怖 但就也只能大家自己小心 平常反應是要快一點的 頭部痛絕被下半身遮過了 就是真的太痛了 身體有一個地方真的很痛的時候 頭部的痛絕應該感受不到 愛三下不早是強者 愛三下不早是猛人 不敢打球了 沒有啦不是 這個發生機率應該挺低的 但就是會發生 謝謝我們的蛋疼排球少年的貢獻